大家都說花蓮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 不過在花蓮最可以深呼吸 最能感受到土地芬芳的地方 就是浊西鄉 我是瘋狂一致人才聚集你 我是浊西鄉鄉長呂畢賢 歡迎各位來到浊西鄉來 浊西位置在我們花東兩縣的中間 這個位置靠近這個中央山脈 所以我們整個的轄區非常了過 非常長 所以我們有六個村 十七個部落 十七個部落都有它的一個 每一個部落的特色 我們瘋西鄉有烏龍族 也有泰魯閣族 也有這個賽特克族 它是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民族 所以我上任以後 我要打造我們瘋西鄉 成為一個真正最快樂 幸福的瘋西 全鄉土地面積達 1,021.323平方公里 絕大多數為不明族人 佔了全鄉人口數的73% 第二多的族群為太魯閣族 佔了11% 第三大族群則為賽德克族 佔了9% 成功 桌西乡内 没有直接串联各村的道路 也因此每个部落都独立发展 属于自己的人文风情 以及部落产业 丰富的自然景观 更是在各个部落处处可见 主席乡非常有名的 就是布农族的八不合音 八不合音在每一个部落都会唱 而且我们每年在三页四页的 色尔基活动都回到部落里面 所以部落里面几乎都会唱八不合音 我们也会在八通关峡谷里面 来办一个八不合音的音乐祭 这是每年一次在十二页 欢迎各位来一起来聆听 布农族之外 我们还有赛特克跟吐鲁鼓的民族 那我们吐鲁鼓的是每年都有感恩节活动 然后我们赛特克每年都有祝马节活动 这两个民族都是上场以支部的民族 非常美丽 他们有彩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未来在我们的古村还有山里 我们都会打造成属于他们民族一个特色的一个呈现 特别是山里我们会打造这个叫做彩虹的一个故乡 而游客最常造访的就是南安游客中心 欧瓦拉米步道是玉山国家公园东段路口 步道全长13.6公里 沿途临向峰步 您可以规划由步道口来到山峰瀑布 来回大约需要三小时路程 也可以规划由步道口到黄马一号桥 来回就需要八小时 您也可以清奇在这条花七五着附香道 它与大家熟悉的台九线平行 而这条香道串起了浊青 白端 浊峰 轮天 石瓶几个部落 浊西乡因为地理环境气候特殊 所以乡内的农特产品更显现有编于其他地方 青梅 煎笋 稻米 苦茶油 还有近来最夯的有机亲人黑豆酱油 目前有四公顷都受到消费者青睐 更开创了部落新的农产收益 我们要振行农业 因为农业在过去是我们最专长 但是现在的技术都已经改变 我们跟不上 所以我们要辅导他们种植最高经济作物的农作物 甚至于我们现在他们的传统农作也要改成为现在的自然农作法 恢复我们过去布施 施用农药 完全就是靠雨水 阳光 好土壤 好人情的这种管理办法 所以我们未来要让农业翻转 要有喷洒系统 我们要让他们有这些农录 我们要让他们的这些制裁 都能够非常的充分 所以未来农业政策在农细乡可以看得出来 布农族 泰鲁阁族以及赛德克族都是狩猎的民族 所以弓箭制作的艺术绝不满糊 木雕工艺呈现更能看出住在这里居民过往的生活 每件作品都令人赞叹的杰作 卓西乡的赛德克族 泰鲁阁族 布农族人每一位都是编着好手 将祖先的生活智慧代代传承 也重现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样的公益技术每年都会在乡公所 进行举办传统文化祭典上呈现 乡公所更为乡内泰鲁阁族以及赛德克族 举办筑马节文化民俗记忆活动 彼此相互交流涟漪 也让族人面怀祖先 您也可以体验每年四五月份举办的舍尔祭 在部落齐老祈福祭祀过程 感谢祖林一年的富佑 并祈求来年持续丰收 圣根教育三十四年的吕碧县乡长 走遍了浊西乡各个角落 看到了许多年迈的长者 勤奋地在大太阳顶下 脉力挥动着锄头 也接触到不少政治苦毒 期盼一天功成名就 改善现状的年轻学子 为了生活大家都这么努力着 改善公所行政效能 让乡亲有更好的生活 是他努力的目标 我们要振兴观光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把他们的部落 基础建设要先做出来 让我们的部落能够最干净 而且是最有文化特色的一个部落 好让将来很多的这些朋友们 都到我们竹西乡来体验 甚至于来做长期的居留 浊西乡虽然是地处偏乡 但是我们拥有最淳朴善良的居民 也有最自然的部落风光 我们拥有一群乐天之命 而又勤奋可爱的族人 共同为浊西乡的未来而奋斗 我们也欢迎您的到来 浮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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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